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一直保持神秘的战机试飞员更是引发了军迷的关注和热议 在珠海航展上胡鹰隐形战机首次公开亮相 还毫不吝啬地进行了多场精彩的飞行表演 在随后召开的空军招飞新闻发布会上 胡鹰战机的试飞员婉秉胜大校首次公开亮相 并且接受了深圳卫视记者的专访 那么试飞员驾驶国产的新型战机进行飞行表演 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感受 被誉为王牌中的王牌 试飞员与飞行员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他们为何被称为和平时期和死神最近的人 此外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大国的试飞员学校 又是怎样培养蓝天勇士的 四代机的出现对于试飞员又提出了哪些特殊要求 本期节目还特别采访了两岸战机飞行员以及专家学者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超级勇士 试飞员 起飞了 尖三腰起飞了 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被称为尖三腰的胡鹰隐形战机 无疑是最亮眼的明星和主角之一 它的驾驶者 此前从未公开露面的试飞员 自然也就成为了本届珠海航展上炙手可热的明星大腕 而这位神秘的试飞员 媒体追逐的焦点终于在随后举行的中国空军招飞新闻发布会上走到了台前 在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请科上校的主持下 胡鹰试飞员顽炳盛大校与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员一起现身 记者现场观察发现 试飞员与空军飞行员都身穿一套军绿色的连体飞行服 细看却并不相同 空军飞行员的胸口分别是八一队队灰和五星红旗 而顽炳盛大校胸口的徽章 写的是中航工业的英文缩写AVIC 而徽章上面还有TestPilot 也就是试飞员的英文 那么试飞员和飞行员有什么区别呢 就此问题 陈诺卫士记者直接对话了顽炳盛大校 试飞员讲什么叫做 按照这个有人评价的 试飞员也叫飞行员 也叫研究员 有着28年军事飞行经历 共飞过10个级型的空军特级飞行员张姓明指出 试飞员有针对性的对新型号的飞机进行试飞 与战斗飞行员的任务有着很大不同 那么试飞员和飞行员的不同之处 就是它主要是科研试飞和型号的试飞 飞行员分着这个牵 墙 轰 运 直 针 各种飞机来驾驭和作战 运输 轰炸 训练 执行的任务各不相同 试飞员和飞行员的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试飞员飞的是未定型的飞机 飞行是带有探索性质 而部队的飞行员主要驾驶定型飞机 主要做与作战有关的飞行 其次呢 试飞员更希望碰见问题 察觉飞机潜在的隐患 把可靠稳定的飞机交给部队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 胡鹰战机是中航工业自筹资金研发的机型 这在航空企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也就是没有得到正式的国家立项 通俗的理解相当于还没有报上户口 也就自然没有相应的国家配级 所有的研发经费都是中航工业自筹 这也证实胡鹰的原型机 至今只生产了编号为31001一架的原因 而所有的定型试飞 都必须由这一架31001号来完成 其工作难度与强度就可想而知了 这也正是这次胡鹰战机 在珠海航展期间 只能够在航展开幕式的当天 与第二天做飞行展示的重要原因 第三天这架胡鹰原型机 就要飞回岩梁 继续它繁重的定型试飞任务 胡鹰飞机 的确是一款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试飞机 今年的航展上另一位明星试飞员 是享有俄罗斯英雄荣誉称号的 苏35战斗机试飞员 希尔盖·波格丹 他驾驶着编号08的苏35战机 在进行的特技飞行 似乎融合了俄罗斯体操的柔美和灰雄的野性 将苏35战机的性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 希尔盖·波格丹在接受采访时 还肯定了中国同航过硬的飞行技术 并表示本次航展展出的胡鹰非常漂亮 俄罗斯飞行员对它很感兴趣 他认为胡鹰从外表上看很吸引人 尽管这架飞机暂时并不是世界最先进的 但是在此次表演当中 让它对胡鹰战机的科研工作者和飞行员产生了崇高敬意 那么驾驶胡鹰原型机的架空体验究竟如何 目前的试飞进度又是如何呢 试飞员的驾机在驻外航展上 进行了起飞 着陆 盘旋 这个上升转弯以及俯冲的机动 是一个常规的这个飞行 那么说这次仅是一个亮相 这次属于亮相式的表演 因为它处于研制试飞阶段 接近飞行包线的特技动作不多 但动作的连贯性强 干净利用 仍表现出该机出色的性能 从现场来看 胡鹰突出表现它在低空的中低速性能 这在大多数的空战格斗中很有价值 从航展公开的时机和现场展示的模型差异来看 胡鹰应该还在工程发展阶段 或者叫调整试飞 意思是随着测试的深入 飞机还会进行相关的外形修行和设备的更新 战斗机飞行员本来就是一项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 被誉为空军的王牌 而试飞员则堪称王牌中的王牌 曾有人这样形容到 战机飞行员身价等同于自身重量的黄金 试飞员更是几倍 如果一个飞行员的重量以160斤 一克黄金300元人民币来计算 那么一个飞行员的身价就高达2400万元人民币 试飞员的身价则几乎可用E来计算 通俗的讲 若把飞行员比作一名骑手的话 而试飞员更像是一名驯马士 飞行员驾驶的都是成熟的飞机 按照飞行条例飞行 而试飞员则要操纵未经考核的飞机 确定飞机和发动机在各种状态下的数据 再经过这些数据对战机进行完善升级 其实飞机刚问世时候 通常是设计者自己来进行试飞 凭个人的经验来摸索潜在的问题 像莱特兄弟 既是设计师又是制造者还是试飞员 战机的结构和操作日益复杂 仅靠试飞员是完全不够的 因此出现了专业的试飞员 他能更正飞机当初设计时忽略的细节 使这更符合人机协调的原则 尖石首席飞员雷强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尖石在研制出来之前 他曾提出过上百项建议 比如驾驶杆 油门杆 当初都是飞员用橡皮捏捏出来的 油门杆上的九个按钮应该怎么布置 怎样才能够既舒服 又能够把几个手指都利用起来 这些全都是飞行员提出来的 显示仪的仪表应该怎么显示 怎么排列 哪个按键应该出现什么信息等等 都应该符合飞行员的习惯 飞机所从设计到制造 最后还需要试飞员的飞 所谓的飞 飞机在空中的磨合 从试验样机到装备部队 一款战机的成熟定型 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余年 在这些不为人知的漫长岁月里 发生了什么 试飞员能告诉你一个答案 战机不是设计出来的 战机是飞出来的 而试飞员就是 让这些战机飞出来的人 历史上 航空技术每一次大的突破 如阴障 热障等各类极限数据 都是试飞员用汗水 甚至生命换来的 其中阴障是指 飞行器的速度接近阴速时 会追上自己发出的声波 造成震波 对加速产生障碍的现象 要进一步提高速度 就需要发动机提供更大的推力 在这个时候 激波会让战机周围的气流 变得非常紊乱 从而使飞机剧烈抖动 操纵十分困难 处理不好 就可能导致飞机坠毁 人类为了突破阴障 就曾牺牲了 众多王牌飞行员和飞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 飞机最大的平飞速度 0.5马赫 辅冲时可以达到0.7马赫以上 那么说此时飞机的阻力增加 升力急剧的下降 并自动的低头 尾翼机产生抖震 飞机难以驾驭 难以控制 速度难以提高 人们因为因素 是飞行不可逾越的障碍 故成为阴障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第十年 就是在这一年的4月15号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在魏北平原的小镇岩梁 宣告成立 从北京航空学院 飞机制造专业毕业的 一批毕业生 经过严格选拔 成为我国第一批大学生飞行员 1974年3月7号 空军某试飞团正式组建 配属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是全军唯一一支 多机种综合性科研试飞部队 是最专业的试飞员队伍 据悉 1989年以前 中国的战机试飞员选拔 主要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 进行挑选 然后在试飞团 依靠老代新的 师徒相授模式进行培养 缺少专业的试飞培训 上世纪90年代初 张景廷和李中华 徐永林三人被选出 前往俄罗斯国家试飞学院 进行深造 该学院是全球最先进的 试飞学院之一 最终 他们也成为了中国仅有的 三名获得国际试飞员证书的 顶尖人才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空军领选出的 第一批试飞员 则是在2006年 通过部队推荐的方式 全军近300名现役飞行员 报名接受选拔 最后只有12人 进入候选名单 其中有8人 成为了正式的试飞员 可谓优中选优 目前中国空军 已经有一套成熟的 试飞员培养制度 该试飞团团长张景廷曾表示 最理想的试飞员培养路径是 工科学士毕业 懂得工程理论 进入航校 学会飞行 再到空军作战部队 参加几年作战训练 成为战斗飞行员 了解实际作战的需求 最后各方面的佼佼者 成为试飞员 参与尖端机型的试飞 和研发设计 2010年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决定在试飞院的基础上 成立中航工业试飞中心 是我国唯一承担军用飞机 直升机 航空发动机 机载设备等航空产品 国家级鉴定试飞 和名机试航审定试飞的 综合性科研机构 承担了我国研制新机和改进飞机 90%以上的试飞任务 先后完成了41种飞机 31种发动机 1500余项机载设备的 国家级鉴定试飞 和试航审定试飞任务 试飞员被称为是 游走的生死边缘的职业 是和平时期和死神最近的人 目前美俄等军事大国 都拥有自己的试飞体系 那么他们是如何选拔试飞员的 试飞员在试飞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哪些突发情况呢 作为挑战死神的空中探路者 试飞员如何化险为夷 挑出飞机技术茅次 美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军用飞机测试体系 美军的战机试飞体系包括两个部分 研发性试飞和作战性试飞 研发性试飞的飞行员主要来自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空军试飞员学校 而作战性试飞的飞行员一般从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武器学校毕业 由于这两所学校的选拔和训练都十分严格 能够毕业的学员人数很少 目前美国空军中只有六名飞行员通过了两个学校的所有课程 研发性试飞是指研制新飞机或现役战机升级改造过程中进行的试飞 主要是发现飞机可能存在的问题 以及是否符合战场的需要 美军目前对F-35的试飞就属于这一类 作战性试飞则是发展和挖掘现役战机的战绩潜力 比方说挂在新型弹药的飞机进行投弹试飞 目的就是寻找最佳的投弹角度和高度 依照美军的战机采办流程 军方只是提出对战机性能的需求 主要研发活动由各大军火公司完成 为了保证新战机提交军方后符合要求 顺利拿下订单 美国的主要战机生产商也建有自己的飞行测试和评估力量 像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都拥有自己的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试飞小组 并在试飞活动中进行各种竞争 显示自己设计理念的先进性 目前美国正在研发的先进战机 都是由一些尖端的飞行高手在试飞 像试飞F-22的戴夫纳尔逊空军中小 就是在所有驾驶F-15战斗机的飞行员中 获得双料试飞员称号的两名飞行员之一 而被选为F-35项目首席试飞员的海军飞行员 菲利普耶兹拥有2000多个小时的试飞飞行时间 并且有着300多次在航母成功起降的经验 你当一个平常的飞行员 你反正就是机灵告诉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要当一个试飞官 你就必须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因为你要测试性能里面所告诉你的一些要件 所以试飞官除了他本身要会飞行 那么飞行时间当然要到一个程度 就是要熟练度够 像有一些国家他对于试飞官的要求 他必须要飞行时间到了1000小时以上 据悉在美国试飞员这项工作是一个高薪之夜 每一次上天试飞员们都会得到额外的飞行补助 总体下来一个普通的试飞员的年薪 大约在15到20万美元之间 顶级的试飞员的收入则更高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面的高薪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精湛 更多的是由于这项工作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性 一架飞机有数十个子系统 数百个基载成品设备 数万个零部件 数十万个元器件 而试飞员的工作则是要在其中挑出飞行技术的毛刺 稍有不慎就容易导致击毁人亡 航空界有这样一系列公认的数据 一架新机从手飞到定型 在试飞中平均每十七分钟就出现一个故障 美型现代战机列装前要完成数百个科目 1500到4000架次飞行试验 伴随出现各类故障数以千万计 即使是世界航空强国 新飞机在试飞的过程中都要摔上十架八架 有资料显示 从1947年到1956年的十年当中 美国仅在进行超音速飞机的颤震试飞和超稳试飞当中 就摔掉了56架飞机 72名试飞员为此殉职 据悉颤震是对飞机最大的挑战 一旦在空中发生颤震 飞机就会在几秒钟内解体 这个气流是这样子 在音速之前 它的空气动力学跟气流穿过之后的空气动力学会有改变 而这个改变的气流呢 对应在我们的操纵面上 好比水冰尾啊 服务艺啊等等这些上面 因为它改变了 所以会产生震战 对照他们这个尝试的超音速的过程当中 因为对于这个空气的动力还不是这么的了解 所以飞机的设计啊 也不是这么的清楚 所以它在穿过音速的时候造成强大的震波 震波那个时候的飞机的这个材质啊 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所以在震波的过程当中发生过很多次啊 很多次飞机解体了 或者是操控失效了 发生这么这么一些情况啊 后来空气动力学的进步 后来对于穿音速了解的进步啊 所以这个飞机的设计上变成改的越来越进步 以前我飞F100开始第一次超音速 那觉得这飞机还真的蛮厉害的 尤其在这个穿过音速之前啊 那个飞机的操纵有点不太听话啊 后来飞F5 后来我飞F16 后来我飞幻象 现在这个超音速几乎都没有什么感觉了 同样前苏联在研制某新型战斗机中 也坠机数十架 数百名试飞员已身殉职 为此俄罗斯还在如科夫斯基市 建立了试飞员公墓 这里安葬着276名试飞员 俄工军试飞员托尔伯耶夫曾这样讲到 有时候我们一个月要安葬12名同事 市立公墓和附近的街道挤满了送别的人群 而他自己也多次遭遇险情 险些丧命 全身共有四处压缩性骨折 和四处锥肩盘突出 在格罗莫夫试飞学院 还有一个默认的传统 牺牲的试飞员 会由那些将成为试飞员的学员来安葬 时刻提醒他们试飞的危险性 在中国试飞员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要么在下午摔死 要么回家和亲人团聚 根据截止2002年的记录 解放军空军某试飞团记录在岸的 空中险情3000多起 其中246起属于可能导致 击毁人亡的重大险情 据报道 中国试飞员在试飞的过程当中 经常在执行任务前留下遗书 试飞员黄炳新就曾经透露 他在担任中国首架国产兼机轰炸机 兼轰期飞报首飞任务前 就在办公室抽屉里提前留下了遗书 在众多飞行事故当中 造成坠机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就是发动机的空中停车 胡英试飞员顽炳盛大校 在珠海航展上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就坦言 在飞行生涯当中 曾经多次遇到空中停车的状况 空中停车 作为飞行人来讲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很大很大的情况 作为我来讲我就比较好奇 一旦用错的情况 能够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处置好 而且最简短的 最简短的时间内处置好 不能说错 在空中是不能有一步错误的 只要有一步错误的话 是什么都来不及了 不像汽车一样 我有问题我停在边上 造成空中停车的原因 往往是多方面的 在空中飞行时 由于机械故障 电子系统故障 飞行操作失误等原因 都有可能引起发动机停止工作 而顽炳盛大校所说的 最简短的时间 有时候指的就只有几秒钟 在一次法国航展上 一架米格29在进行飞行表演式坠毁 俄罗斯式飞员阿纳托利·科沃丘尔 在最后一刻弹射出舱 从弹射装置启动到飞机坠地 只过了两秒钟 事发后专家们对影像资料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放慢后可以看到 首先飞机右侧产生了火光 之后发动机停车 飞机向右侧倾斜并下坠 高度只有180米 很快飞机就下坠到 离地面只有92米 飞行员与飞机 同样以每秒钟40米的速度下坠 两秒钟降落伞 根本不够时间张开 最后拯救飞行员生命的 竟是飞机坠地后 因爆炸所产生的巨大气流 减缓了飞行员坠地的速度 对于单发战机而言 空中停车等同于断了线的风筝 成功迫降的例子极少 双发战机情况稍好 因此在一些国家的 试飞员考核当中 其中一项内容 就是驾驶双发战机 单发着陆 俄罗斯工薰试飞员 马格梅德·托尔伯耶夫 在试飞学院毕业 抽取到的考题科目 就是单发飞行 当时他驾驶一架 一二十八轻型双发战机 在完成螺旋 横滚等一系列空中特技之后 教练在一万一千米的高空 关闭了其中一台发动机 一旦出现失控 教练才会马上重启发动机 像以前我们在飞F5的时候 在做试飞的时候 是要关掉一个发动机 在高空来看看 这个发动机能不能够维持 那么我们以前 发生过非常多次 就是双发动机的飞机 在空中遭遇单发动机失效 那么如果单纯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你赶快回场吧 因为你是双发动机的飞机 只有一个发动机了 通常我们希望 不要带着故障飞行 所以你就回场吧 大概这样子 此外在各国试飞中 还必须攻克另一大难关 也就是被世界公认为 死亡境地的失速违旋 当飞机飞行营角过大 也就是投胎太高 失去了保持正常飞行的 最低速度时 会导致缺少足够的生力 无法保持正常的飞行状态 如不能够及时地调整 飞机就会在超过 临界营角后 绕其自身的三根轴自转 同时急剧下降 形成可怕的 难以控制的旋转 一般的飞行员 进入这个状态 完全没办法控制飞机 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飞机坠毁 据统计 美国和俄罗斯 在失速违旋项目的试飞当中 就损失过几十架飞机 正因为如此 各国一直在进行探索和研究 解决失速违旋的办法 中国最早进行 失速违旋研究的 是用红砖502飞机 进行的失速违旋试验 而最具代表性的 失速违旋试飞 是在山鹰教练机上进行的 以雷强为代表的 我国试飞员 不但征服了 失速违旋的危险性 还打破了教科书上 有关失速违旋的禁令 将规定的不能超过四圈的失速违旋 飞到了六圈 央视新闻频道就曾播出 我国试飞员是如何进行 失速违旋训练的 高度11速度350 可以开始动作 我俩开始违旋 明白 在西北某机场 试飞员李吉宽 正在进行的就是失速违旋 发动请客 我俩都违旋 三分一 三分一 三分都可难受 等不动 我们提示劲 我们是必须要体验螺旋的 那个螺旋是经过教官的指导 或者是我自己单飞的时候 我也去做 然后也是踩一个舵 把飞机带到很小的速度 踩一个舵 然后进入螺旋 但这种体会 对飞行员来讲是很重要的 喷射机在飞行的时候 我们都要提醒飞行员 不要在空战的过程当中 轻易的进入螺旋 因为进入螺旋 你可能改不出来了 尤其是进入螺旋的时候 飞机是在一个失速的情况 全失速的情况 那么如果你就算你想改出来 以前我们飞螺旋讲的飞机 你就算你要改出来 你说损失的高度也非常多 所以千万游击 不能在高度不够的时候 进入螺旋 那几乎就叫做失望螺旋了 就改不出来了 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 本节目由 中国个人电器领导品牌 飞科电器及茅台集团 贵酒执行酒联合特约播出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关注我们团队的微信 点击活动菜单 参与互动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副院长 空军某飞行团团长张景婷 曾经这样讲到 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的 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的 第三代试飞员是专家型的 那么中国空军在进入四代机的 研发试飞阶段 对于试飞员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 执行歼20首飞任务的超级试飞员 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拥有360度视野 可实现透视度的新型战机头盔 到底隐藏着多少高科技秘密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 自主研发能力的大幅提升 对试飞员专业能力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解放军总装备部 空军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决定 从2006年起建立试飞员专业培训长效机制 每两年从空军选拔优秀飞行员 经专业化培训后成为试飞员 以满足今后各种重点型号的试飞需要 2008年11月10号 解放军空军8名试飞员 完成了为期两年的专业培训和学历教育 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毕业 此后他们吩咐空军各试飞部队 承担起我国新一代战机的试飞任务 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 我是一名真正的试飞员了 今后我将会运用我所学到的知识 不畏艰难 勇于挑战 努力为祖国新型航空装备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指出 尽管当时我国四代战机 歼20 歼31还未面世 不过这批试飞员 极有可能是针对性的 为试飞中国四代机而做准备 四代战机和三代以下的战机比呢 它这个机动性强 同时的话它是隐身 而且这个火控系统 这个航电系统 都是高集成化的电子显示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人机界面上 有了较大的改变 发动机的性能 推力矢量 对飞机对飞行员的操纵 带来的值得飞跃 这个要求飞行员飞的 不光是身体 不光是技术 更重要的是这个睿智 智力 2014年2月3号 解放军报法人微博军报记者 在一个话题为 军中阴谋新年心愿的微博中 出现中国第四代战机 歼20首飞试飞员梁万俊的描述 这也是军方首次公开报道 第四代战机歼20 梁万俊这个名字 也受到了各方关注 那么他是如何被挑选为 歼20的首飞试飞员的呢 梁万俊 空军特级试飞员 某试飞大队副大队长 至今已安全飞行超过2300个小时 先后担任某重点型号飞机 火控系统定型试飞 某系统飞机鉴定试飞 等数十项重大科研任务 多次处置空中重大特勤 2004年 梁万俊在试飞 某国产新机行驶 遇到空中停车 当飞机急速下降到4300米时 如果梁万俊选择跳伞 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他就失去动力 他就不产能动力 他就成了一个滑翔机了 那么这个飞机呢 有八分多钟 有八分多钟的一个滑翔机 在世界航空史上 没动力的飞机 迫降成功极为少见 但是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梁万俊说 我选择迫降 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结果很明显 要不就是你跳伞 你要保险自己的话 你就跳伞 飞机甩了 第二个 能够迫降 有这个条件迫降 那么也就是说风险是很大的 成功了 可能保险飞机保险自己 不成功 有可能就是机会中了 但是我根据高度速度 人间机场这些条件 根据飞机的运动趋势 根据自己掌控 掌握了解这个飞机 这个控制飞机这个能力 当时觉得 由长流培降来靠了 靠了 当时定下长流培降的决心 现在高度 距离 要到距离是一公里 注意保证好速度 连弹 就是我正常的坐的速度 大概278 当时我落节点了速度 飞机在跑道上 节点了一点的速度 3.6 3.6 4.1 不行有运气 来吧运气 我们跑道只有那么短 只有那么长 那么你在节点点靠前 速度也比较大 那几乎呢 你不及时捡出来 几乎呢 就要冲速跑道了 注意保持安向 注意防向 像我们跑道 是有40多米的跑道 你要偏出去 那就可能 也可能产生另外一个 轮台报了 注意保持直线 注意保持直线 硬积刹车量就比正常的 这个刹车量 刹车效率要大 压力要大 效率要高 所以拉硬积以后 两个主轮轮软开 因为压力很大 但是速度不要大 两个主轮软软就爆破了 最终它冒着生命危险 空滑破降 挽救了价值上亿元的科研样机 留下了新机型改进的宝贵数据 梁万俊也因此获得了2004年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殊荣 现在我宣读2004年 感动中国授予梁万俊的颁奖词 鹰是天空中最娴熟的飞行家 但是它却有比鹰还要优秀的 飞行技能 万米高空之上 树显并发之境 它从容震静 瞬间的选择 注定了这次飞行像彩虹一样 美国提出第四代战斗机要具备四个特性 分别是隐身性 超机动性 超音速巡航 为更好进行作战而配备的超级航电 也就是所谓的4S特性 其中与试飞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超机动性 飞行员飞出的高难度动作 还表现为响应时间更短 也就是只要一拉杆 战斗机就立刻响应 而战斗机在进行激烈机动时的过载很大 会让飞行员产生黑市 暂时性意识丧失等现象 以至于让不熟悉其特性的飞行员 来不及反应调整 美国四代战斗机F22 在试飞中坠毁两架 事后的事故报告中 就曾经提到这一因素 而并非战机出现故障 或者试飞员操作失误 此外 当代试飞员们还要掌握 利用电脑网络来实现 飞机系统之间的交互 和飞机与其他平台的连接 而军用战亏 就对试飞员提出了新的挑战 现代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的 飞行员所带的头盔 不再单是保护装置 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将多种功能凝聚在头盔里 使其成为了帮助飞行员操纵飞行 导航 瞄准攻击等设备的得力助手 美军F35的第一代飞行员头盔 2012年首次曝光 显示器的画面酷似空战游戏 但到现在不过短短两年的时间 F35还没服役 它就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 F35是一种数字化的飞机 没有仪表刻度盘或者是模拟显示器 其作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 极具科幻感的飞行员头盔HMDS 也正因如此 美军特别重视HMDS的研究 HMDS已经是F35的第三代头盔显示系统 也是至今为止技术最复杂 价格最高的头盔 不包括软件整合的头盔生产成本 就达到了约60万美元 HMDS它最特别之处就在于说 头盔显示系统将信息投射在了头盔上的护目镜上 而不是传统的战机平视显示器上 也就是说飞行员的视线决定了显示内容 比如说飞行员看向远方的另一架飞机 系统就会在面罩上显示出 关于这架飞机的位置身份认证等等信息 并且自动的跟踪目标 飞行员可以根据目标信息来选择武器 而无需在使用操纵杆的同时 低头去看座舱显示器 头盔还会显示飞行员错过的目标 比如说如果有威胁飞来的时候 而飞行员又在看向别的地方 他就会发出警报提醒飞行员要注意了 所以F35飞行员无需将眼睛离开天空 就能够同步掌握完成任务和安全返航 所需要的所有的信息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HMBS还提供了虚拟现实技术 让飞行员就好像是探身坐舱外一样 能够看得更远更清楚 能够更快的发现目标 甚至看穿飞机 美国生产商还称它为唯一的一种 透视的头盔 它的奥秘就是 飞机外部分布式孔径系统上的 六个高清视频和红外摄像机 向头盔发送实时的图像 这一使得驾驶舱内的飞行员 可以超越人眼视角的120度的局限 而可以像倾庭成千上万的副眼 或者像变色龙可以左右单独转动的双眼一样 拥有飞机360度的完整视野 由于飞行员视野和飞机瞄准用计算机的完全同步 飞行员只需要将自己头部对准目标方向 便可以将导弹锁定击落敌机或者是摧毁目标 比如说当飞行员在驾驶舱朝地板方向往下看的时候 头盔还可以把飞行和目标的信息叠加在头盔显示器上 飞行员等于说可以穿越机身 看到地面的情况和其下方飞行的敌机 这个功能不仅在战斗非常有用 也利于海军陆战队的F35B型战机在航母上 或者是在夜间进行垂直降落 此外 头盔内置有一具夜视摄像头 这也使得恶劣的天气和黑夜不再成为飞行员作战的障碍 具备了全天候作战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F35基载计算机快速处理和向飞行员显示图像的时间差 是以毫秒为单位的 面对海量信息 飞行员只要稍有延迟就可能错失判断依据 因此在试飞的过程当中 曾经给试飞员带来较大的困难 他们还曾经感叹说 使用如此先进的系统 我们要学习人的眼睛和大脑能够容忍的极限 我们以前一面要飞行 一面要回顾座舱 好比我要打一个目标 目标假如是在我的左手边 我头要看到左手边 可是我的所有的发射租源 在我的座舱里面 我要这样子看 这样子看很辛苦 就人体工学来看 为了减轻飞行员的负担 是有好处的 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缺点 好比在作战的过程中 你一直用力 你头一直在动 那瞄准地是不是能够跟得上 还有飞机如果震动 碰到天气不好 那么它的仪表 是不是显示的这么准确 还有就是飞行员 一向习惯于原来的操纵方式 突然之间改成这样子的操纵方式 会不会有误差 幻觉等等这些 都是值得考虑的 据媒体报道称 美军试飞员学校的学员 在他们毕业时 将需要在多达20种的不同飞机上 飞行85次基载试验室 但即使是经过这样严格训练的学员 再经过战斗部队实际飞行的历练 依旧不一定能够成为四代机的试飞员 2008年 在选择第一批生产型F35战机的试飞员时 美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 对几十名FA-18大黄蜂和AV-8B钥匙战斗机飞行员 进行了评估 评估的标准是 驾驶上述飞机500小时以上 卓越的驾驶机能 两年海军战斗机中队经验 并具有海军陆战队员的表现 最后只有六名飞行学员获得了机会 进入21世纪之后 无人机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 自动控制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无人机的操纵复杂程度 也变得日益简单 以前操作无人机 还需要从飞行员中进行挑选 现在普通军人经过短期的培训 就能够操作无人机 甚至一些无人机 还开始具备自主飞行 威胁判断和规避等能力 有观点还曾指出 未来无人机将取代有人机 试飞员这个职业或将成为历史 美国曾称F-35将是最后一代有人战机 然而 舰载武器执行主编石虹认为 无人机的快速发展 确实给有人机的未来提出了挑战 但这并不等于 未来就是无人机包打天下 特别是对快速激烈的空战而言 现代无人机 以及未来可预见的无人机 都无法胜任 这也是无人机主要发展对地攻击能力 而不是空战能力的主要原因 因此 只要有人机继续存在 试飞员 就不会失业 据新华社消息 11月20号15时12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2号D运载火箭 成功将摇杆卫星24号发射入围 这是五天内发射的第二颗摇杆系列卫星 中国摇杆系列卫星的历史很短 2006年4月27号 摇杆卫星1号才发射升空 但它的发展却极为迅速 不到8年 已发射了33颗卫星 组成了包括雷达和光学侦察能力的 完整太空网络 报道指出 我国摇杆系列卫星主要用于特学试验 国土资源普查 农作物孤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有分析认为 摇杆系列卫星在特殊时期也可均用 很多军事大国就明确将其运用于军事监视和侦察 比如美国发射摇杆卫星 就直接标出NROLXX 而NROL的意思 就是美国国家侦察局发射的某型卫星 而国家侦察局正是美国国防部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的话 它的一些像这种资源卫星 它主要是用于民用 肯定是也是把一些军用目标也是射进去的 而且因为它的一个复杂能力相对比较强 所以它的一个识别性也是比较高的 对低面军事目标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实际上对于中国提高一个 资深的一个侦察能力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据分析 我国在今年发射的高分二号 民用车向卫星 或是摇杆五号的均转铭成果 高分二号的最高分辨率为0.8米 运行轨道高度为600公里 而摇杆五号的轨道高度为480公里 照此推算 摇杆五号的最高分辨率大约为0.65米 高分二号主要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分辨率高 高分二号是目前我国分辨率最高的民用摇杆卫星 它的全色分辨率又于一米 光谱分辨率又于四米 第二是浮宽大 高分二号卫星的浮宽达到45公里 它是目前国际上亚米级卫星中浮宽最大的 三是寿命长 高分二号高分卫星高分一号和高分二号 寿命都是5到8年 这于以往的那个洋感卫星 三到四年的寿命相比是大大提高了 四是定位精度高 它的定位精度优于50米 这是目前国内定位精度最高的卫星 浮宽大国的航母打击群 两栖战斗群等海上力量 对我国沿海地带具有潜在威胁 而卫星站得高看得远 在监视和侦察方面具有很多天然优势 因为我分析认为 我国的摇杆系列卫星 有一些主要用于海洋监测 特殊时期可助力反舰单道导弹 打击敌方做到预敌与千里之外 卫星系统实际上对于远程打击来说 它是非常有帮助 海上的一个监视 还有导航定位 都必须需要一个卫星来进行支持 有了太阳库 那么远程打击的这种准确性 及时性和有效性得到很大的提升 但是呢 也不是说离开了卫星系统以后 就无法进行一个远程打击 那么像现在的战略型无人机 还有一些大型的这种侦察机 海上监视飞机 还有海上的舰船 那么它都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些情报